春雨过后是贵族笋冒出头的季节 新竹县五峰香种植6000多公顷 但是今年雨季来得晚 雨量也不多 导致生长较慢 产量大幅下滑 只剩下三成 但是品质好 吃起来特别脆嫩可口 春雨过后 贵族笋从土里不断冒出 但今年雨下得慢又少 五峰产量大受影响 只剩下三成 在四月中旬 就可以摘采 我们摘采的有一些工具 用个小刀 割刀 然后再来剥皮这样 今年的生长贵族笋 是比较量比较少 跟往年比起来讲 往年不一样 没有工具 用脚踩住贵族笋 也能轻松收成 孙农说四月是产季 但今年受到气候影响 春雨来得晚 量也不多 导致生长较慢 产量大幅下滑 全乡种植六千多公顷 现在只有三成产量 剩下不到一公顿 靠天吃饭的笋 浓大探收入锐减 不过也说 今年贵族笋品质好 吃起来特别脆口 拿来料理最适合 五峰香大约有六千多公顷 这样子的一个贵族笋的面积 不过我们都是以厨房式的一个 放任式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栽培管理 贵族它算是六年生的一个植物 它必须要有一个沦罚或折罚的 这样子的一个生长习性 才可以让它的一个生长面积扩大 甚至让它的产量增加 让品质更好 那因为我们也意识到这个部分 所以园民会跟林务局 也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也给予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补偿 补助农民 政府提供书法奖励金 每公顷三万元 也让贵族笋有更大成长空间 今年产量大减 想要品尝春季限定美食 手脚可要快